繼續開市 主持 王偉鐵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晚繼續開市 我身邊有瑞信的Lawrence Lawrence 你好 Hello 師傅 你好 看回今天的字幕 港府成接美股高開 行指高開114點 在見到28979點全日最高位之後 就要求回落 下午初段最低落到28638點 最多曾經跌過149點 收市就報28781點 跌6點 成交比昨天就減少了 今天的成交就是縮減到1226億 郭子今天收報10730點 跌18點 跌0.2% 科子今天收報7981點 跌62點 跌0.8%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行指 基本上就是上面就被一條100天線擋住 下面接近這個20天和50天線 又都暫時繼續見到支持 市的波幅都相對是比較窄 想問回Lawrence 指導牛洪正的資金流 今天流向做好的產品多 還是做產品多 是的師傅 其實剛才你也說了 市就很悶 因為變動的幅度很小 都相當之閹門 又因為不上不下 所以大家 例如說你這陣子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焦點 去怎樣做部署 反而都是一個炒波幅 區間借為主 例如說可能升上29,000 因為看到這兩天 今天就逼近29,000不成功 早兩天 即是4月1、4月2 即是4月1、4月5 即是上過29,000 但又跌下來 都是一個似乎是區間上落的位置 那個形態是多一點 不想不下的情況之下 通常投資者就看到 逼近29,000那些位置 可能就試一試做一些膽倉 下一些28,700以下28,600 這些位置做一些好倉 都是一個炒波幅為主 因為始終市好像又沒有焦點 也都不見有什麼方向 不過因為市況的波幅這麼窄 其實就看到一些資金近期 可能選擇有紅症 也不介意選擇一些相對近階段的產品 因為之前可能動得多的時候 大家就很怕一些收回風險會比較大些 但由於現在波動幅度小了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收回風險好像小了些 可能就算一些二、三百點附近的 一些牛熊的距離的牛熊症 都有人選擇 買了低一點的成本去落高一點的槓桿 但始終要留意 就是閹門的市況是否維持住 如果是當然沒問題 但萬一走向哪一邊突破的時候 可能都要想一下止蝕 或者做一些緩碼的部署 收回價二、三百點那些牛熊症 現在的槓桿大概有多少倍 其實都幾高的 因為你說牛熊症二、三百點 有些六、七十倍、七、七倍 其實都有的 那熊症說真的五十多倍 因為始終是對中值的因素 大家的跳動、敏感度不同 所以牛熊症的槓桿 就會一直都高一點的 但當然也要留意收回的風險 不是說沒有的 因為二、三百點 可能日來這幾天就很悶 會不會突然有一天 我以為有什麼消息 或者有什麼板塊 突然有一些新的移動的時候 然後令到那個向上或者向下出現了一個突破 或者是向下衝的話 其實都要小心風險的 所以你說如果二、三百點那些的產品 高槓桿的 去做部署 那你即時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如果要坐過夜的話 可能都要留意 會不會過夜有機會出現一個裂口的情況 還有最好用注碼控制風險 是的 減低注碼如果你真的 但是這樣說二、三百點那些產品 因為近價一些 其實那個價位都便宜一些 那可能你自己計算一條數 我拿一萬元或者拿兩萬元去做部署 那計算貨量有多少 那它做一個看好或者看淡的一個策略 嗯 說回一些焦點股 因為見到那些個別的車企 公佈了五月份的銷售數據 其中比亞迪 五月的它的新能源車的銷量 是突破超過三萬部的 那帶動股價今天急升超過百分之六 收市價就升超過二百元 收二百零一個六 而且還輕輕是升超過一條一百天線 那我想問回比亞迪今天的卵靜 那個資金樓有什麼看到呢 其實比亞迪走勢就回勇了 其實都一個很明顯的回勇 反彈的一個勢頭 因為不只是今天 今天當然破位 但其實它由一百四十多一百五十元的位置 在近這半個月其實升幅是 暗一點暗一點可能你不太覺 但原來都升了成四五十元上去 那升幅升了那麼多 我都看到一些資金今天就趁去到兩百元這些位置 開始做一些淡倉反手去做部署 但始終強勢股 你做一個淡倉的時候 那個風險是有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上個星期五它都急升完一輪 昨天跌了一些 今天又馬上突破 那你看看可不可以捕捉到 好像上個星期五急升完之後 那些輕微的跌貨 否則如果你真的買了 然後你繼續破完 慢慢還可以再上升的時候 可能都要留意那個 即是怎樣去反手 怎樣去換 即是立即做反手的部署 或者怎樣去做止蝕 其實這些情況都要特別去留意 還有看到一些資金 其實因為 乙比亞迪那些卵 其實那些窩不便宜 在說五六十元 所以那些卵價較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些槓桿不是很吸引 可能四五倍五倍左右 反而一些中距離的牛熊症 距離十幾元以上那些 都有八九倍七八倍槓桿以上 所以如果想做一些短線部署 或是乘上風車去駁它上 或者是真的少著駁它回落的話 其實做牛熊症的部署 如果在短線來說 因為那個槓桿高一些 是相對會再吸引一些 另外吉利也公佈了五月份的汽車銷量 其實它就不一般的 無論是按年比較 或者按月比較都下跌 不過今天受惠 汽車板塊強勢 它的股價都升了1.4% 收21.4% 那它的卵證那個資金流 又有什麼變化呢 師傅我覺得剛剛就是 其實吉利的數字是不一般的 不過今天就 看到整個車的板塊都升 它又跟著升 但是其實不要忘記它昨天是急跌了4%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反彈 都報不回昨天的跌幅 其實都只是一個回落之後的輕微反彈 所以其實今天反而早上 它急升上22元的時候 一些好倉的資金是選擇獲利的 即是先吃了 昨天急跌的時候買了那些 今天就先吃了 反而去到那些位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投資者 就反手去做Deport 但是如果你說看銷售數據 或者看那些有沒有焦點 或者有沒有話題的話 那始終比亞迪那個話題 或者焦點的直播率好像高一些 所以如果兩者相比的話 比亞迪就多些投資者去做部署的 嗯 好 另外呢 就看看騰訊 昨天我們說 騰訊近期那個600元 是一個關鍵的支持位 它今天的股票曾經是 下播過600元 最低見過597元 但是收市呢 收601元 都仍然收到在600元 這個關鍵的支持位以上的 那騰訊的 卵政的資金融有沒有增加 還是減少呢 嗯 其實都看到是繼續少著好倉部署 記得了 那麼說 600元這個關鍵 都叫做 雜複整股 都叫做暫時有多少 雖然你說 都是一個近期這段的一個低位來的 但是你說 你看到到600元附近 你有沒有再大些 再深些 跌下去呢 又好像 不是很見到 所以下回600元這邊的位置 都不少的資金 我看到有資金 繼續都是開好 薄好倉為主的 甚至簡單的行使價比較高 700元樓上行使價 因為 因為卵價便宜一點 我看到的情況 其實都是大家對騰訊的看法 是比較樂觀正面一點的 覺得這一段 抑一抑 或者在這個位置附近徘徊 都可能是一些整固的 不過有這麼說 你說是不是很大價格的資金呢 因為其實它在600元這個位置 都增持了好幾天了 所以早幾天都看到 已經有些人入場的情況之下 今天不是說很升 也不是說很跌 都是這些投資者 觀望著繼續持有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真的在600元這個位置 存定了跌勢之後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嗯 美團有些離譚消息 就是全民監管 緊盯社區全購的補貼 就要求美團下架那些 一分前秒殺的商品 今天美團就跌破了 300元那個關鍵的支柱位 最低跌到293元 收就收293元 跌了3元跌百分之一 但美團方面的卵政資金流 又有什麼提到呢 今天都是有少許反彈的 因為同身跌穿300元這些位置 也是 也是咬在300元 紅旗和騰相有點像 咬在300元這個位置 都說第三個交易日 都在這個位置做一個 上上落落 但其實不要忘記它之前 五月底曾經有一圈比較明顯的 急升的一個反彈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 在300元這個位置 又不算是近期一個很低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在看 是否開始在280元 之前反彈浪的底部 去到320元近期 上個星期四的一個高位 有些橫行區可能都開始出現了 所以大家都在做一個波幅的部署為主 可能你說落到290元邊 或者290元以下 才有機會開始 由投資者駁好 就是駁他升 駁他升 逼近橫行區的頂部 就可能會再做一個淡倉 所以你說在300元咬著這些位置 相對比較淡靜一點 暫時都是在觀望為主 好說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繼續開始 主持黃偉傑 繼續開始 主持黃偉傑 主持黃偉傑 好了回來第二節 剛才我們跟Lonan談到 就說最近因為指數的波幅就收窄了 所以投資者選擇指數牛紅證 都會傾向選擇可能收回價 兩三百點的牛證或者紅證 也參與有高一點的槓桿 不過風險如果出現突破 就要留意風險 所以適宜用駐馬控制風險 想問Lonan 指數牛紅證有什麼選擇 給大家參考 剛才也說過 有些投資者近期 都看到波幅收窄 有些投資者 我們適合 我們可以參考 既然可以進行 揀小子 我們可以進行 你也可以進行 也會不會 我們不在旁邊 這位景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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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